王大仙冬頭春季冬流一個單位 星期三早7點多發生火警 現場傳出爆炸聲 玻璃槍碎裂飛散落樓 消防盜牆救援發現 49歲姓王的南護主倒閉在屋內 屍體被燒焦 而他的妻子左後腦和右手割傷流血 16歲的大女兒左手手腕和左前額有刀傷 至於12歲的小女兒就沒有受傷 三人一同送院治理 大廈地下大堂圍下染血白布 事件中一共疏散30個大廈居民 另外有三母女吸入濃煙和壽經 全部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 消息指南護主從事三行 最近透露工作不愉快 而且懷疑沉迷賭博欠債150萬 懷疑有人趁妻子睡覺之後遲刀施襲 大女兒聽到媽媽尖叫聲和妹妹上前協助 苟前期間受傷 三母女之後逃出單位和鄰居求救並且報警 但是過了一陣之後單位就沒有出濃煙 消防犬到場搜尋是不是有助研劑 煤氣公司人員也到場檢驗爐具和喉管 初步顯示事件不涉及漏煤氣 但是現場傳出濃烈的火水味 火警在7時47分舊式 相信是由睡房起火 居住在起火單位樓下的居民表示 事發期間聽到巨響 消防表示灌購期間發現所有消防裝置正常 又澄清現場未有發生爆炸 現場我們灌購期間發現大廈的消防裝置 都是在有效的操作狀態 灌購的過程也是非常順暢 而及後我們也有啟動過現場的 手動的火警鐘鍵 而現場的火警鐘也是響的 事件最終造成一死五傷 案件列作縱火及雙人案處理 交入黃大仙警區重案組跟進